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表示 未来几十年美中关系将以战略竞争为主 但在两国利益相符的情况下 必须积极交流 伯恩斯表示 虽然现在两国恢复交流 但对美中关系他不感到乐观 下个月台湾总统大选 伯恩斯强调美国强烈希望 是在没有恐吓 不受胁迫或干扰的情况下进行 伯恩斯表示 美国希望稳定的美中关系 认为两岸分歧必须和平解决 强调美国对台立场清晰 延续几十年 历经好几任政府都没改变 TVBS新闻尼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